来关注国际焦点线上是国际中心记者陈陈泰 在立陶宛威尔纽斯的北约峰会刚落幕了 却发生了美国总统拜登又口误的事件 不但把泽伦斯基叫成了普钦 还将冰岛总理讲成了爱尔兰总理 请问当时的尴尬情形是怎么发生的 请陈泰来告诉我们 主播拜登是累了吗 那这两次的口误都发生在他的欧洲行程当中 那么一次是在芬兰的这个峰会上 他把冰岛说成爱尔兰 那么另外一次是在立陶宛 他把这个泽伦斯基的名字说成普钦 那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带你快来看 我刚刚看到的画面有两段 一个是在冰岛 一个在芬兰 他把冰岛说成爱尔兰 尴尬的是冰岛的领导人也在现场 那么有分析是认为 因为拜登他本身是爱尔兰裔 所以他经常把爱尔兰挂在口中 那么另外一个分析是认为 因为爱尔兰他的英文 他叫做爱尔兰 那他跟冰岛的英文爱尔兰是非常像的 所以可能讲太快 意识太急了 所以口误了 那么另外呢 拜登在立陶宛的北约峰会上 也把泽伦斯基的名字 似乎把他叫成了普钦的名字 那么事实上普钦和泽伦斯基的名字 严格来说其实是一样的 叫做Vladimir 只是一种是俄文的英译版本 另外一种叫做乌克兰的英译版本 那所以会有口音上的不同 像普钦的话 以拜登的口音来说 应该要念成Vladimir 但是泽伦斯基的话 拜登应该会念成Vladimir 但是拜登就是把他念成了普钦的念法 所以很多人认为拜登是不是念错了 那么拜登从他上任以来 不断的在失言还有口误 两个礼拜前 甚至把乌克兰说成了伊拉克 也引发了很多的讨论 那也很多人在担心说 拜登的健康是不是再度出现问题 更何况他接下来还要再拼总统连任 以上主播 另外英国的国防大臣曾经说过 如果乌克兰希望继续提供军援 最好表现得更为感激 请问泽伦斯基对于这样的说法 有什么回应再交给陈台 主播 英国防向华勒斯 他前阵子在北约峰会期间 他就回忆到说 他在面对乌克兰开出一张很长的 一个武器清单的时候 这个英国防向他就跟他们直言说 英国不是亚马逊 亚马逊的意思可能就是 你想要买什么都买得到 那么针对亚马逊这个说法 有记者在北约峰会期间 就问到泽伦斯基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那么泽伦斯基就坦言说 他其实不太懂这亚马逊的意思是什么 但他坚持自己一直对西方的军援 一直满怀感激的 而且甚至可以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 都可以感谢英国防向 而且泽伦斯基在演说的时候 比较特别的是还特别点名 他自家的乌克兰防长 他就问他说 你跟英国防长是不是有点关系不好呢 结果乌克兰防长就回答他说 我们的关系很棒 结果泽伦斯基就对他开玩笑说 那你现在就打电话给英国防向 感谢他 而且就在今天你就要感谢他 那会有这样的插曲呢 也是蛮有趣的 那值得一提的是 乌克兰最大的两个军援国家 就是英国和美国两国了 以上主播 谢谢陈探带给我们最新的国际资讯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